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我们要做好健康管理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健康 中山医大额科急诊主任表示 当温度下降后的第二周开始 就会有流感疫情的爆发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自身的免疫健康 以及肺部健康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只要我们天天喝起免疫乳 就可以得到免疫健康 肺部健康 肠胃健康 血管健康 以及行动健康 祝福大家 因为天天饮用免疫乳 得到健康自主的好生活